大家好,我是小赵 今天去温彻斯特逛了一下 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温彻斯特有这么多人在街上了 这个季节温彻斯特也是越发的美丽 路上有经过温彻斯特公学 发现他旁边还有一个学校 经过了温彻斯特大教堂 还去了温彻斯特的步行街 还挺兴奋的 就拍了一些路上看到的风景 分享给大家 温彻斯特公学1382年创立 是英国第一所培养神职和公职人员的学校 现在已经演变成一所贵族寄宿制学校 学生年龄在13到18岁 温彻斯特在南安普顿的北边 距离13公里左右 人口只有12万多 是南安普顿的一半规模 温彻斯特曾经是威赛克斯王国和英格兰王国的首都 都是没有人生年纪家 作詞 曲 李宗盛 哥特式建筑温彻斯特大教堂 是欧洲最大的教堂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得留言点赞转发 如果还没关注或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 bilibili频道或youtube频道 可以帮忙关注或订阅一下 我是小赵 我们下支视频见了